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稍微打两个打两个 然后我看一下 打几个打几个 他的技术 我希望我跟别人讲的时候 你们也听听 因为业余的很多问题 他是有共性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可能你们球友之间还要交流 甚至你们稍微打得好一点 你们还要去教别人打球 所以说我们这个普及工作 我希望说的 你比如像他这个动作 第一条 他这个动作有静止 就是我这个球一送出去之后 这就要进入打球状态 他开始引拍到触球 整个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打球状态 你再看一下 他有个停顿 他有个停顿 没关系 来 走 他这个手 摆到这的时候 就几乎没有动感了 就摆到这的时候 就没有动感了 你比如说 我给你模拟一下 就是所谓建立的拉球 你看 我从摆起来到一出手 没有那种停顿感 知道吧 而且这种引拍 从理论上说 是从你的右腰块 一戴就行了 这么一戴 一摆手 一戴 所谓摆手就是前臂嘛 往后下方摆嘛 后下方 对啊 而且摆起来以后 拉完球 这是一个动作 摆 走 摆 走 摆 他有点架 大家会看见了吗 你有点架着这个感觉 你不用架着 这个肘啊 这个肘肩呢 虽然说就是当今的现代技术 尤其男人讲究大臂的位置高一点 但是你的肘可不能这样 他即便到前臂的位置起来 他这个肘 这个角度大概是这样 你不能从这样的角度 这样的角度以后 你就用不上大臂了 就全端起来了 懂我说的意思吗 他是这样的感觉 要不然你用不上前臂 对啊 走 走 走 哎 这个就牵着刀 业余选手 我现在给他调动作啊 你这 你现在不是这样拉吗 这个大臂啊 压力大臂啊 离身体近一点 对 你不要让他这样 大臂全比这样 这样以后 你这个钱臂就形成了 跟那个球和台子形成这样的关系 哎 对啊 大臂别翘啊 大臂别翘 稍微 稍微加了点的感觉 白手啊 钱臂 白 你看 白 你钱臂下不去 对 对 你看他 他得下去啊 就是说你从下往上 你得有一个工作距离啊 主要体现在 你看 打开嘛 对 你根本就没有打开啊 来 打开 对 打开 对 打开 打开 他打球啊 有几个问题 他这个握板是有点问题 我就不大给你改了 他这个食指过松 这纸板 他是给我一种这种感觉的 虽然说 纸板拉正手是主要靠三四指和拇指 但是你的食指不能太松了 知道吧 还是要搭在排肩上 给他一点力 哎 对 所以说他这个握板 我为什么说他握板有问题呢 他这个地方出问题 跟他的食指有直接关系 他往里 他越往里勾 后边这就越翘 就是说你现在啊 我不想给你改握板了 因为改了握板以后 你就打起来更费劲 你那个从一开始上手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 你那个握板有问题 知道吧 还有一个问题 他一个是松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犯记忆的 就是现在打球啊 握得太浅 我给大家就是说 这叫浅 这叫伸 他握得特别浅 握得浅有个缺点 你们知道吗 就是后边的三四指啊 你再怎么伸 除非他手特别大 他这个手啊 几乎过不了 这个拍子的接近不了 他的这个周中线 所以说他前面发不了力 他力弊就短 这个机球点肯定靠理 应该是往前才对 这跟你的握板有直接关系 听得懂吗 你握深一点啊 握深一点 食指松 食指松一点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你看啊 他给人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他这个前面两个指头和三四指头 他跟板形成这种关系 他没有 你看看 打直板正手 从外形看是这样 不能这样 对啊 你稍微往里一点 对啊 你这个 对啊 他是这样 对啊 他是这样啊 你不能 懂了吧 翘手腕 撅肘 这就没法打球了 按我们的说法 他是这感觉的 对啊 这感觉 对啊 这感觉 放松 放松 对了 你这你才能 来 来 来 往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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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往下摆 往下摆 所以说他这个打球的时候 他是给我一种 有点这样运动的 那个板子有点过意纵向 应该这样 你看啊 这个直板 我告诉你 最后夹转 控制 就是控制线路 靠的是中指啊 第一关节 他是靠这个啊 你要形成这个关系的话 你那个食指就变成这样用了 这你还打什么球啊 等我说的意思 你没法制造旋转了 他是这样制造旋转的 啊 你手腕别翘 对 下来 下来 对 他是这样用的 对了 又往前又往上 哎 对了 这关系就好了 你是有点翘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哎 而且这儿有点翘 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好吧 来 来 对 手腕放下来 走 走 早点 摆手啊 摆手 你看 大家看见没有 你从台面上看啊 他那个手在台面上 我这个是下身球啊 你起码得摆在这吧 啊 你对我跟这关系啊 你看啊 你那个在台面上边都是啊 对啊 走 走 走 呃 好一点 但是你还是有点这样动 前后拉 哎 对 拽的 这是用肩肘 知道吧 他不是这样动的 你是有点这样的 懂不懂啊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的才对呢 所以说 你你你你稍微 哎 这个肘和大鼻往里夹着点 往里夹着点 对 走 手往下摆 往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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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这个手啊 现在不听使话 所以说 我在那个 我们那个网站 我老说这件事 灰盘 灰盘 屠手的 那个东西有你想象不到的神奇效果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告诉你了 没有第二条路 就是屠手 屠手 这是吧 屠手 你没第二条路 对啊 别别别 对啊 你起码 起码你的外形得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看起来 他那个 那动作 那个size 基本上 他是对的呀 对不对 打球他有一个跟自己的身高 臂肠 臂肠和来球 他有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优秀一团 看着那球 那动作特别顺眼 漂亮啊 那个比例 对啊 他那比例 不对啊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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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他是我的学生的话 我可能要求的 更 更过分一点 你这样 往前站 稍微往前一点点 对 拿你的左手啊 对了 你啊 来球 你就摆下 就摆前臂 往下摆 然后一蹭 一摆一蹭 走 往下摆 往下摆 对 摆 对 摆 别发力 别发力 对 摆 摆 对 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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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没有 我这有点遏制啊 他的肩还是没下去 就是我的感觉还没下去 哎 还要下去一点 哎 所以说我这个是老式技术 但是没办法 我不能教你现在这技术 你这样你就没法打球了 咱们就老一点都老一点 哎 肩沉下来 别别别别太用力 对 走 对 走 走 你怎么舍不得往下摆 啊 对啊 对啊 走 对啊 走 往下摆 什么感觉啊 你那拍子要撞到台子上 这样上 别这样上 哎 我为什么让你贴着台啊 我就是逼着你那前辈这样走 不让你从头往前 再往前摘 对啊 百千币 对了 百千币 对了 你看 这就是我的水平了 你看我多久发的特别短 我要发生这样 他一定加起来 我发的短 钱币 他必须摆 哎 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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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对了 就这意思 看见了 你懂我说这意思吗 我要的就是刚才那个感觉 来 往下摆 来 走 走 别舍不得那拍子坏了 哎 往下 舍不得就这么上啊 就这么上 你老这样呢 我给你这个意思 就让你这么上 就让你这么上 对啊 往前去 对 对 走 你看到他 他就是看见 他的手是这样的 我要这样的 我摆 我摆不会你啊 你怎么说 我要的是这样 我要的是这样 我不要这样 我为什么让你把你手 哎 让你把他掰回来啊 哎 就是让你前辈动 走 对了 对了 你懂我说这意思吗 你必须先找这感觉 其他的 甭弹 要不然你拉不了球 知道吧 你那个卧板稍微的挑挑 太大的变化 我老天 手腕下来 手腕下来 对来 走 走 对 走 对 赢钱 对慢点 走 对了 好一点 对 走 你看 最后一把就起来了 对 知道了 我为什么让你那左手 干这个事呢 就是你一个自我提示 知道了 你有个自我提示 其实 这都是 这都是遏制 你要是如果是徒手挥盘的话 慢慢挥 就会好 对啊 而且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 你那个肌肉点在这儿 这全是身后击球 应该在这儿拉到球 这叫身前击球 这是一个原则 没有调脱余地 必须在身前 这儿都不行 得在这儿 对 哎 他是被点都跑这儿了 我们表话都在屁股上 你以后打快了 永远发不了力 那球永远顶着你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 你不管是正着弓球也好拉球 为什么要一定要在身前呢 这是个原则 好吧 回去喝一会儿 你把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鸡球的关系 在身前那个关系找着 哎 在这儿打到球 别别别老在这儿打到球啊 好吧 OK 就这样 就这样